大家好, 我是水怪 到了十二月 大街又沒什麼 但又想出去外遊 所以這次 搞了一個澳門兩日一夜遊 到了澳門之後 由於未到這個check-in時間 當然是去了伊圖 這次介紹一間 位於澳門義士亭前地附近的 地道老牌炸雞店 大唐街炸雞 要去這間炸雞店 其實很簡單 由澳門義士亭前地 向大三巴方向走 右邊就會見到斜路 沿著斜路一直走到底 再轉左就會見到 這間炸雞店 除了炸雞外 還有其他食物 不過去到炸雞店當然是炸雞 我選了一個翼腿餐 包括雞翼和雞腿 還有一罐汽水 另外加了蓮皮薯條 薯條 但是你說這個是薯條 我又覺得這個薯條太大 比較像一個薯仔 切開四塊 炸出來給你 重點當然是回到炸雞 我又見到某些位置的炸粉 比較厚和硬的炸粉 要扣分 不過這個雞肉 都算是鮮嫩多汁 而且特製的香料都挺入味的 我個人覺得挺好吃的 但是溫馨提示 這裡的肚子真的很薄 會穿的 太危險了 我的意思是說 這裏的塑膠手套 是很薄的 會穿的 油就走進去 吃完這個炸雞我們繼續上路 等一下 世紀咖啡居然沒有人排隊 機會來了 被製豬扒爆我來了 有沒有豬扒爆 謝謝 沒事的 世紀也還有其他東西好吃的 這裏的花生奶油方塊 和奶茶咖啡都很有名 但我覺得這個奶油方塊 如果那些醬 再多一點就真的完美了 再向這個大三巴方向走 就會經過這條手信街 基本上去過澳門旅遊的朋友 都一定會來過這裏 我都買些手信回香港 我每次來到澳門 都會來這間店買肉乾 特別是豬肉乾 其實沒有什麼原因 是我純粹覺得這間是最好吃的 我個人推薦 豬扒和豬頸肉 買完手信後 就去酒店check in 這次入住是四星的白露匯酒店 因為放在網上找到一個不錯的價錢 對於我們的窮友來說 價錢絕對是考慮因素 說回這間酒店 位於露騰的這間白露匯酒店 在2006年開幕 由於2015年重新裝修 所以酒店的內外 都非常新正 酒店房間就衛生整潔 我覺得以600元去入住這間四星酒店 真的算不錯 另外 入住這間酒店 在入住的期間 可以無限次進入銀河酒店的天浪桃園 只是人工沙灘和人造浪 已經非常值得去 我今晚的晚餐 鎖定了一間在白露匯美食街的餐廳 說說說說 有點餓 出發 這條這麼熱鬧的美食街 你看到兩邊的食店都很多 中間會經過白露匯舞台 這個地方都經常會舉辦一些演唱會和見面會 是否會這樣 今晚的主角就是他 因為米芝蓮曾經推介過這間蒲角餐廳 所以我一直都很想去試 終於有機會了 我今天點一兩道菜 一道就是招牌美食材上其中一個招牌菜 海鮮大會飯 另一樣就是我自己想吃的 鹽燒蒲角沙甸魚 先說回這個大會飯 竹料 非常竹料 因為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海鮮 份量都多 有魚、蝦、蟹、青口、裸蜆和魷魚 飯粒都很入味 但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有點鹹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這道菜比較濃味 我個人覺得鹹度是適中的 至於沙甸魚 不過不失 所以我就不多介紹了 吃完晚飯就去觀野街逛一逛 剛好 整個12月都會有澳門光影節 在觀野街附近的消防谷前地 亦是其中一個光影節的場地 所以就停下拍片 澳門光影節 澳門光影節基本上是每年12月整個月都會舉辦的 如果對光影節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去官網看看時間和地點 到第二天了 回香港之前 我也是想吃一吃豬扒包 所以我在大三巴街附近 找了一間進去試一試 我叫了一個豬扒包 和一個椰汁雞絲米粉 豬扒有點乾 不可以說很難吃 不可以說好吃 但也很矛盾 椰汁雞絲米粉 湯本身的味道不錯 但雞絲比較粗 米粉軟了一點 我只可以說是中下水平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影片 另外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或問題 歡迎大家留言 可以給小弟有一個改善和進步 多謝大家